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胆或许源于家人的包容 祖父祖母出生名媛望祖 父亲是教育家 其母莫和敏 姨也有才有貌 曾是香港第一代电视主持人 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下 莫文威的哥哥成了剑桥大学的法学博士 他本人也一路开挂 亲戚书画样样精通 长大后莫文威不但是第一届香港十大杰出学生 还以3A的优育成绩拿到了两个国家留学的机会 在意大利待了三年后 莫文威又辗转至英国伦敦大学主修文学 复修声乐 那一年莫文威才刚20岁 就已经精通了五国语言 还会多种乐器和舞蹈 简直就是天才少女般的存在 雪霸级的履历足够他 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 可他偏偏大胆选择了娱乐圈 和很多新人一样 出入娱乐圈挫折自然少不了的 那时候的女歌手走的都是批量复制的玉女路线 莫文威也不例外 在公司的包装下 她的形象是穿着长裙 展露甜甜笑容的青春少女 但在第一张专辑 Curring只有8000张 惨白收场后 莫文威选择变革 这不是我的路线 从那以后她开始走自己的路 第二张全身推出时 为了决地反击 她拍了一张全裸背部的照片作为封面 这张照片也是送给自己的寄语 要全新出发 因为在粤语里 全身和全新的读音相同 彼时唱片的销量仍然不好 而她的特立独行还被外人诋毁 没什么作品 只能靠卖肉出道 就连她的老师也不愿意承认 有这样一个学生 可梦为执拗的做自己 不在意这些风凉话 随后一朵金花的横空出世 惊艳了众人 封面上 她上半身只穿着金色胸罩 下半身 过着保鲜膜的诱人身躯 这个造型将她的完美的曲线 一览无遗地展现在大众面前 虽然这张大胆半裸照 令人想如飞飞 但莫文卫却没有一丁点尴尬的感觉 因为她在拍照前 做好了各项准备 不担心走光 关于封面的构思 创意也来源于此 她以此告诉女孩子 要保鲜自己 她的大胆和独特 在这张专辑里体现的淋漓尽致 这一大胆创意 也抓住了所有人的眼睛 从这以后 她的专辑开始走自己的路线 造型更加大胆前卫 在她眼中 想要做一个好的艺人 必须展现出自己最美的一面 对于自己而言 性感就是最重要的 这不是低俗 而是对自己的自信 对艺术的态度 作为歌手的莫文卫 很特别的 但在演员之路上 她更是独树一帜 那些来来回回都差不多的角色 谁都可以做 我想要更有爆炸力的东西 她说到做到 后来的电影里 要么扮丑女 要么扮女神经病 很少演正常的角色 最为经典的角色 就是爆牙火鸡姐丑的 触目惊心 当初导演到处找人演这个角色 一听说要扮丑 而且还是极丑的那种 大部分女明星 都为了自己漂亮的形象 果断拒绝了 但是莫文卫 却反而很开心的接受了 太好玩了 很不一样 在莫文卫的实力演绎下 土到掉渣 丑到极致的火鸡姐 也丑出了惊变 这部电影的出演 也让她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 和台湾电影金马奖的 最佳女主角的提名 而在《堕落天使》里 为了演好风风颠颠的金毛铃 她先是将头发全部染成红色 然后又剃光了 如此不顾形象 让她一举摘取了 香港金像奖的最佳女配角 从来没有一个女性像她这样 演丑演到上影 她把自己独有的大胆和性感 发展成一种漠视风格 从丑角突围成绝色美人 如今莫文卫已经50岁 可她的美腿美背 几近完美的身材 依旧让人艳羡 而嫁给初恋 更满足了大众的憧憬 莫文卫的恋爱史中 一共有三个男人 究竟只无疑是 最不能忽视的那个 1993年莫文卫回到香港 录制了第一张专辑 刚入圈子 莫文卫很迷茫 幸亏她母亲和张国荣关系好 经常给她一些意见 虽然第一张唱片反响不大 但她的颜值却引起了周星驰的注意 据说第一次试戏时 莫文卫只用了不到两分钟 就征服了心也 随后她拿到了人生中 最重要的角色 白晶晶 彼时的周星驰 因为演戏和朱英结缘 两人私下偷偷谈起了恋爱 1994年大话西游拍摄期间 有人拍摄到周星驰骑着自行车 带着朱英 看起来很甜蜜 但某一天朱英提前收工 发现周星驰的房间门 繁琐叫了半天 对方才开门 打开之后 朱英发现被子是温热的 再去开洗手间的门 发现是繁琐的 一切便清楚明了了 朱英火速提出分手 房间传闻 被朱英堵在卫生间的女人 便是莫文卫 但周星驰一方并不承认 说卫生间是个男人 是他的好友如花姐李大人 不管卫生间里是谁 反正大话西游拍完后 周星驰的女友 从朱英变成了莫文卫 大话西游票房不佳 周星驰经历了人生的 至暗时刻 一直是莫文卫陪伴在册 1996年 莫文卫在主演了 《堕落天使》后 一举拿下了金像奖 最佳女配 从此声名大造 除此之外 他还和周星驰又合作了 《时审》 电影中莫文卫主动办仇 打造了超高票房 但他和周星驰的感情 也逐渐产生了裂痕 两人交往三年后 选择了分手 分手后 两人依旧保持着 很好的关系 莫文卫只要开演唱会 周星驰都要送花篮 而周星驰只要有电影拍摄 莫文卫必定去客串 上一时也会送出花篮和礼物 多年以后 娱乐圈一边倒地 传出对星爷的批判声 抠门人员差 脾气暴躁 莫文卫却主动站在了他这边 天才行事总有他的风格 其实他很照顾人 莫文卫永远支持星爷 要是没有他 就没有今天的我 对他的评价 永远是他很好 不是哪个女子都有勇气 在分手后都能这样力挺前任 莫文卫做到了 确实心胸坦荡 离开周星时候 莫文卫对待感情不再认真 成了一个真正的堕落天使 1998年 莫文卫和任贤奇 曾合作过一部电影 也合作过许多歌曲 还曾一起在京节上演唱 光道之恋 含情默默 绿文一直不断 当然这些不能作为两人恋爱的证据 但媒体从来都是无风不其浪 中间肯定发生了一些故事 除了任贤奇 还有一个台湾偶像 严成旭也曾和莫文卫 传过绯闻 2001年 流行花园大火 F4成为了当下最红的偶像 人人都喜欢他们 莫文卫也不例外 而且莫文卫尤其迷恋大帅哥 严成旭 两人曾合作过 恋爱伤痕 被拍到私下同行 莫文卫还曾开玩笑说 我爱他爱得死去或来 这话虽然有玩笑的成分 但关于两人的绯闻 在那些年一直沸沸扬扬 除了周星驰外 他另一段感情 适合冯德伦 冯德伦比莫文卫小四岁 这对姐弟恋 在当初并不被所有人看好 冯德伦在事业上并不如莫文卫 可很多女明星都爱 这个长得一对酒窝的俊美男生 莫文卫也是其中一个 最倒在那对小酒窝里 一醉九年 历来帅格斗花心 在冯德伦这里也是如此 九年的感情最终还是破裂了 莫文卫很伤心 但是她还是选择放下 莫文卫是那种少有的 能够和前任做朋友的女人 分手时 媒体都是为她抱不平 莫文卫自始至终 都没有说对方半个不子 只是说自己太任性 还说愿意和冯德伦做一辈子的朋友 即使整个世界背离了我 我依然坚信这个世上还会有一个人 愿意跟我一起见证幸福 陪伴走过每一段的人生低谷 是我灵魂上的支撑 正是因为被伤害后依旧勇敢爱 她才可以和初恋男友 在分开24年后 兜兜转转又走在一起 再相逢是初恋男友一世 三个孩子的单身父亲 她不在乎 也不恐惧过往 只要爱还在就好 婚后当记者问及其造人计划时 她表示早就没有这个计划了 时间很珍贵 我们还希望二人世界 不要有别人在 我从小到大都没有欲望当妈 也不打算领养 与老公两个人生活美满就行了 这段话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因为当下婚恋价值观 一直都在强调结婚身子才是女人的归宿 女人不生孩子 人生是不完整的 但莫文卫才不管她一向大胆 从来不为了追求大众所为的完美 而放弃 真自己想要的东西 如今 50岁的莫文卫 在乐坛中驰骋了26年 这一路走来 步伐艰难 但她勇敢地去面对一切 狂风暴雨 抵达一个又一个重点 无论是唱歌 拍电影 还是感情 她都为大众奉上了一份满意的大卷 她为整个乐坛留下了无数 筷智人口的歌曲 也为许多失恋的人找到了重新走出来的勇气 2019年5月27日 莫文卫突然宣布 角色演唱会 是我最后一次大型巡演 我不会退休 但在人生的下半场 我有更多想做的事 这不是告别 而是转身 她在光怪陆离的娱乐圈中 是一股清流的存在 她的特立独行 是多少人都做不到的通透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聊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辣妹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 明星背后的故事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